就是這幾句話 徹底熱毛全中國 香港國泰航空一架 從中國成都飛往香港搬機 有幾名空姐人都還在機上 卻疑似聚在一起 績笑所要毛毯 但不會說英文的路客 結果被其他中國乘客 當場聽見錄音 隨後果斷上船 大笑乘客把blanket毛毯 講成地毯carpet 同篇爆料中還透露 有人嘗試用英文 詢問如何填寫入境卡 但空服員卻不耐煩回應 更有年長乘客要帶小孩去廁所 空服廣播請乘客回座後 向其他同事抱怨 他們聽不懂人話 種種惡行 讓中國網友紛紛留言 希望國家能處理一下 還有人說吊銷國泰的航線 許可算了 喊話要堅決抵制 國泰航空兩度滅火 仍擋不住中國網友怒氣 官媒人民日報旗下帳號 更發文重跑抨擊 內地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 國泰必須重拳整頓 嚇得國泰23號晚間 在火速三度發文 成全數解雇涉案的三名空服員 對比廣告拍的夢幻 現實中幾著玩笑話 讓國泰遭到全中國揚眼抵制 國泰航空自己恐怕也沒料到 騎士議題竟成了在疫情後的最棘手挑戰 現在新聞也會進行報道 報道 感谢观看